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Motivation for Monday Blue 那么很快又过了一个星期 最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聊到 他说Denis 为什么我很努力付出 我很认真为我的客户 为我的主员们付出 为什么很像他们更远离我 很害怕我呢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忘记做人 是不是我们太过积极过头去 Are you trying too hard 是不是你付出太过夸张去 你只一直围绕着 你自己要的那一个东西 那一个成果 是否你吓到了你的人 或者你的客户 甚至你自己的团队 有的时候你忘记 先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呢 出太多力去过头去 Trying too hard 就很像假设你在追一个女孩子 本来一个礼拜见面三次四次 但是啊 你很像每一个小时都在message他 每一分钟每一秒啊 都要联络上他 是不是无形中吓到了他 是不是有的时候 We try too hard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也要懂得以退为进 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放慢 脚步一下 看看一下 其实他们要的是什么 再来前进 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前进过头呢 希望这个小小分享呢 能够帮忙到你们 那么希望每一个朋友呢 在这个新的一个礼拜里面 有更好的冲劲 那么有更好的成果 我们下一个礼拜见 我是Dennis 来自Kangen Water Sifu 那么我们呢 就每一个礼拜见 那么在这边 还没有like,share,follow,subscribe的朋友呢 赶紧哈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